星野整整准备了三年的美人鱼 于2016年春年开播 获得了33.92亿的超高票房 赞列中国电影票房总排行榜第三位 经过几年的酝酿 终于等来美人鱼2开拍的消息 美人鱼2的女主美人鱼珊珊这一角色 依然由林允能继续担任 她在美人鱼中塑造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也让星野与观众看到了她独特的气质与实力 她就是具有美人鱼属性的女孩 不过没有了小虎牙的她 会展现出更成熟更知性的一面吗 据悉男主角不再是邓超了 这次换成了才出演星野电影的吴亦凡 第一部的最后吴亦凡饰演的学生角色出场时 倒是让我惊喜了下 不过超哥不再是男主的话 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 还是会觉得有点失望的 不过据说超哥还是会在剧中客串的 性感的张于起 与搞怪的八爪鱼罗志祥 还会不会参演美人鱼2还是未知的 张于起作为新女郎出道 也是备受关注 据说这次更是邀请了 马云这样的大人物加盟 马叔叔这是怎么了 这两年也玩起了当演员 这是在远小时候的明星梦吗 网友们纷纷好奇 马云在里面将会出演什么角色 这次更是邀请了 这次更是邀请了